看它的油露就知道了 其實和牛它的油花其實比較細緻 尤其日本和牛分布的很細密 一顆一顆水餃剛起鍋 剪開來看韭菜和肉末混合在一起 但不說你很難看得出來 這是和牛水餃 和牛的味道很濃郁 然後入口其實吃得到韭菜香 又吃得到那個和牛它的香甜味 尤其是那個肉入口即化 然後配上那個清脆的韭菜 真的很好吃 外面水餃其實它基本的那個肉末啊 或是菜啊其實餡料 它的一些不管是醬油鹽什麼東西 全都參差很多 那其實和牛其實吃原味其實是最棒 吃得出它那個肉質的感覺 重口味是可以選韭菜 韭菜其實跟和牛搭配起來 其實它我覺得也是蠻match的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還是肉跟韭菜兩個 因為和牛其實它的味道其實是 就是牛肉和牛的味道其實很 吃起來其實是很融在嘴裡啊 那韭菜其實它的香味其實是可能本來就比較重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其實有別的一般的水餃不一樣 入口即化就是和牛水餃的口感 濃濃的香氣讓韭客唇齒流香 但要包出一顆飽滿的和牛水餃 手續可是很繁複 然後經由我們攪拌以後 它其實我剛剛一直強調說它的肉質非常的細緻 等一下過完以後你會發現你完全看不到肉塊 它整個都會變肉泥 那它包在我們那個配合高麗菜跟韭菜下去包以後 和牛水餃非常特別就是你會吃到滿滿的和牛香氣 尤其這個是日本和牛 澳洲或者美國它可能肉質會比較粗糙一點 這就是我選擇日本和牛的原因 將解凍好的和牛放入絞肉機裡 立刻飄散出濃濃香氣 再與韭菜高麗菜均勻攪拌 全程都是純手工 按摩時間也要拿捏得好 和牛的特性它油花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我起初剛開始包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說包這個和牛水餃是滿有創意的 其實然後開始包的時候覺得發現說其實很困難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它油脂比較多 那跟一般的水餃不一樣 它包出來以後你要那個加蔬菜跟韭菜的部分 那個比例要拿捏得非常完美 一般水餃印象就是皮包餡多 但要包和牛水餃 餃子皮要經過挑選 加上和牛有油脂 怕餃子沒包好下鍋容易散掉 因此光是包餃子也是一門功夫 高麗菜要先脫澀水 所以它本身肉就會含水性 所以它比例要多一點點 不然菜肉的比例會不均勻 我們的分量大概是32克 就是大顆 所以這個皮也是克制的 會比較厚 因為水餃大顆的話煮得比較不容易破 我們平常在火鍋店吃的那個蒜和牛 其實口感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老闆 他在包那個水餃的時候 他有把它跟那個青菜和在一起 然後它完全融合 有點像肉丸子的那種感覺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吃起來口感就真的很好 台灣人愛吃和牛 就用這間火鍋店業者 對和牛很有研究 掌握A5和牛的有化特性和口感 推出了韭菜和高麗菜 兩種和牛水餃 因為老闆龜毛的個性 從製作內餡到包餃子 都不假他人之手 這個其實是真的是限定 為什麼 因為當廠商它從日本進 和牛進來的時候 是一整頭牛 那它把大部分的肉塊分解以後 會提供給牛排店 火鍋店或者是一些燒肉店 那其他切下的邊邊角角的肉 通常過去都是五星級飯店 做那個和牛炒飯 可是現在就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其實大家生意也都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買到這個和牛的角落 角邊肉 對角邊肉 是另外一種出路 因為疫情真的讓很多行業 是啊 這沒辦法 就是要想辦法生存下去 受到疫情影響 火鍋店業者早尋了另一條生計 推出了和牛水餃 嚴選肉質 內餡飽滿 要讓愛吃和牛的韜客 沒咬一口唇齒留香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告 詳細人更壯